這個活動大概有6次 已經公佈在FB的網頁上面 所以希望大家有興趣的時候可以參考我們的內容 每次的內容 那這一季的活動跟相機稍微有點不一樣 我們相機的活動呢 每個課程之間的連貫性沒有那麼強 大概只有3、4個課程只有連貫 但是我們這個學期 這一季的活動是連貫性非常的強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每次都來參加 那我們會把每次的活動的影片放在網路上 所以如果有漏掉的或是比如說有同學想來參加的 也可以幫我們宣傳一下 請大家去看一下這個影片 那剛才有發了一張簽名單 希望大家可以做我的簽名 因為有些同學我在問的時候 不會發放活動的證書 那我們這一季的活動的原則大概就是說 希望你可以參加至少三次的影像 那我們才來發放證書 因為如果只有參加一次的話 那你可能會知道都會開啟的話 好 有沒有什麼別的問題 等下我們講的過程中呢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包括聲音聽不清楚 或是有字沒看清楚的話 都可以隨時的打斷過 那我也知道呢 在座其中有一些人是低年級的高一的同學 有一些可能甚至是國中的同學 那我想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不然我們沒有預期國中的同學會來參加這個活動 因為這個活動其實內容還滿有難度的 所以如果你是低年級的同學的話 低年級的同學的話 高年級大概也是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聽的過程裡面覺得有不懂的地方 然後你可以盡狠的發問 然後不要覺得挫折 就是說不要覺得說這個數學怎麼這麼難 因為你現在來聽的確實是比較難 那中間有一些過程必須要循序漸進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太挫折 也可以找我聊聊如果你覺得很挫折的話 那我們今天要介紹的這個題材 叫做代數數超越數 你可能學過數字 從小就學過這個正整數啊 整數 流理數等等 但是你沒有聽過什麼叫做超越數跟代數數 所以我們今天的介紹會先來講它們是什麼 然後從它們引申出來的問題是什麼 那這些東西的真正系統的研究是從19世紀 尤其是後半段開始 那為了研究這些東西 發展出很多數學上的技術 這些技術不但只有在研究這些東西的時候可以開上用場 事實上還在很多後來別的數學跟科學上的發想 也有很重要的影響 比方說你可能聽過微積分 在我們這個一系列的課程裡面會去談微積分 微積分呢 如果你在高中有接觸過一點點 大概可以感覺到它是在研究這個函數圖形 下面所夾的面積或者是盤數圖形的切件斜率 這些問題 那這些問題跟我們這個地方所要研究的這些特別的數字 有什麼樣的關鍵 在更後面的時候我們還會去談負數的微積分 現在高中你們有說過負數嗎 這個有i嘛 有虛數這種東西 本來的微積分研究的是時數盤數的微積分 實際上你也可以把它推廣成負數上面的微積分 那你會發現當你推廣成負數這樣的微積分以後 它可以做的事情更多了 這樣的東西就叫做負面函數論 那不管是微積分也好 或是負面函數論也好 它們其實都是大學裡面才會去學的標準的內容 所以如果你現在聽覺得蠻難的 那表示你很正常 所以不要太擔心好不好 那盡可能就是想辦法問我問題 如果你在課堂上不好意思問你沒有關係 待會課後的時候也可以發問 之後我們每次活動呢 都會安排一段時間跟大家討論問題 所以就請大家盡可能的答問 然後中間的討論 好 我們想從一些很原實的東西出發 我不知道現在國中是不是還有教 直尺跟原規的作品 直尺作品 以前的國中教了很多 那現在比較稍微小一點 直尺作品大概就是說 你可以使用直尺跟原規來畫的圖景 那直尺的功能是什麼 直尺的功能只有一個 就是平面上給了兩個臉以後 我可以去做他的連線 除此之外不可以有其他功能 你不可以在上面畫刻度 不能做這件事情 那原規呢 能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在平面上給了一個點 跟給了一個長度 線線長度 我可以畫那個點為圓形 然後這個長度為半徑跟圓 那另外呢 畫了很多直線跟圓以後 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 考慮他們的焦點 比如說如果畫了一個圓 又畫了一條直線 那他們有可能會有焦點 焦一個點或什麼的 焦點也算是我們可以做的 出來的固件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 所能產生出來的線啊 圓啊 點 就是我們認為 可以用直尺跟圓規做出來的東西 那點是最重要的 因為反正其他的圓啊 或是直線都可以用點來決定 所以我們會想去了解 什麼樣的平面上的點 是可以用直尺跟圓規做出來的 假設一開始我給日本一些點 好 那我們通常會這樣假設 在平面上有一個基本的長度 叫做1 你就想像給了兩個點吧 這兩個點中間呢 這個長度就叫做一單位 這個時候問題來了 問題是說給了這個一單位之後 有哪些其他的長度 是我可以用直尺跟圓規畫出來的 因為在古代希臘時代 古希臘大概2000多年前 他們呢 的認知是這樣 什麼是一個數字呢 我們會覺得數字就是一二三啊 整個數啊 有移數這些東西 但是呢 他們說 數字應該就是幾個這樣的長度 應該就是線上面的長度 每一個線段就代表一個數字 所以我們會想要知道說 什麼樣的線段 是可以用直尺跟圓規做出來的 小時候我有一單位 最原始的時候 大家是認為所有的線段 都可以用直尺跟圓規做出來的 換句話說 比如說啦 他們最早的認知是 所有的數字都是有理數 就是所有的線段長度 都可以寫成 用一連接若干貝以後 再等分幾段 就是幾分之數的樣子 那後來很快就有人發現 這個是對不對 比如說你們在高中可能有聽過 像根套二啊 根套三啊 這些東西 它就不是有理數 你們知道有沒有聽過這件事情 有沒有聽過 沒有另外的關係 好像你現在應該聽到 要說明它需要費一點工夫 要去了解整數的 唯一分解的進程 所以後來發現說 其實並不是所有的線段長度 都可以寫成有理數的樣子 那自然的問題就是說 那沒關係 我們來問怎麼樣可以用直尺跟圓規 可以造出所有可能的線段長度嗎 最後答案是可以 那就是哪些可以呢 哪一些長度是可以用直尺跟圓規做得出來的 比方說整數都可以嘛對不對 二可以嘛 你有1的話你就把 你就以這個點為中心 然後這個長度也半徑畫一個圓 然後把這條線別出來之後 另外一邊的焦點就是 就是2的另外一個關點對不對 那你有圓跟直尺的話 你也可以做把一個線段 把一條線段等分成分等分的這個操作 所以你可以做出所有的有理數 那除了有理數之外還可以做什麼呢 像剛才提到的分號2可以做嗎 可以嘛 因為你畫一個等腰式角三角式對不對 兩邊長都是1的話 那斜邊的長度就是跟他2 所以跟他2也是可以做的 那是不是所有的長度都可以做 哪些長度是不能做的 那我們說呢如果有一個時數 它的絕對值是這種可以用直尺跟圓規做出來的長度的話 這個時數我們就把它叫做一個可以持規做得的數字 可以用持規做得的數字 比如說-2 -2的絕對值是2 那2可以做得出來 我們就說-2是一個可以持規做得的數字 那我們就把它簡稱作可時數好不好 這樣講比較簡短一點 用直尺跟圓規就可以做得出來 就是可時數 那哪一些時數是可時數呢 我們可以把剛才的問題換成 本來是要問說哪一些線段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但是我們現在想要把東西理解成數字 所以要問哪一些數字 它的絕對值是可以用直尺跟圓規做得出來的 那我們可以再換個想法 我們可以想像成平面已經給好了 平面就在這裡 我們可以透過尺規做出來得到的點 就叫做可時點 比如說一開始平面上有兩個點在這裡 那我們剛才講說你把這條線畫出來之後 然後以它為中心點 以這個為半徑畫一個圓 在另外一邊畫一個焦點 那個點就是一個可時點 雖然我一開始沒畫 但是我知道我用直尺跟圓規 可以把那個點給確定下來 所以只要可以這樣確定出來的點 在平面上就叫可時點 所以講得精確一點 就是一開始我給了兩個點了 要利用這兩個點去做連線 做比中心、圓心、半徑畫圓 做橡膠這個動作 所有的點把它做出來 這種點就叫做可時點 所以你不難看出 如果你知道哪一些點是可時點 你也可以回答哪一些數是可時數 對不對 好 那連接兩個可時點的線 就叫做可時線 比如說如果有兩個點 你知道可以做得出來 那它的連線也是可以做得出來 或者是說 其中一個可時點為圓心 然後半徑 長度如果也是一個可時數的話 那畫的圓就叫做可時圓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用直尺跟圓規 做得出來的物件 好 那我們的問題是想要問說 那哪一些是可以做得出來的 那你不難發現 所有這些問題彼此都是有關的 只要你回答了什麼是 什麼數字可時數 或是什麼樣的點是可時點 你就可以回答全部的問題 因為點跟數字是互相決定的 好 在我們回來講這個 哪一些數字或是點 是可以用直尺做得的 這個問題之前呢 我們想要引進一個概念 那這個概念呢叫做體 叫feel 那不要被這個名字給嚇壞 我等一下會先給一些 比較抽象的講法 但是會告訴你 其實你早就已經學過這樣的概念 只是說我們要把它 用比較一般的方法來呈現 什麼叫一個體呢 在數學裡面 你常常會看到定義這個詞 定義就是在告訴你 這個名字啊 它是在講什麼樣的概念 那些概念應該是你知道的 只是我們以後要用比較簡短的文字 來表述它 什麼叫做一個體呢 一個體有五個部分 你就要看到五個部分就嚇壞了 這五個部分符號看起來很簡單的 第一個是一個k 然後第二個有一個0 你看過的符號0 還有1還有加法跟乘法 這五個部分 這個0跟1呢 還有加法跟乘法 跟你以前學的東西 不見得要有任何關係 它暫時只是一些符號 不過我們來解釋一下 這五個部分分別是什麼 第一個k是一個集合 集合就是有一個東西放在一起 這個群體叫做一個集合 比如說 十數的群體就叫做一個集合 對不對 它裡面的元素就叫十數 另外呢 k裡面有兩個特定的相義的元素 一個叫0 一個叫0 這只是 因為它是一個集合 所以你可以去談它裡面的元素是什麼 那我說 假設裡面有兩個特定的元素 0跟1 特別拿出來想 接下來呢 在k的上面 有兩個可以交換的二元運算 一個叫加一個叫乘 不要太擔心這個名字 二元運算的意思就是說 你拿兩個k裡面的元素 我可以把它們做這個操作 或這個操作 做完之後 還是得到一個k裡面的元素 就像你以前學的十數 你拿兩個十數以後 我如果用傳統的加法 就會得到一個十數 用傳統的乘法 也會得到一個十數 這樣的概念就叫做二元運算 只是說今天不限於討論十數 我可以討論更複雜的對象 那也跟大家宣傳一下 所以說如果你對這個概念 有一些疑問的話 回去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我們上一季活動的影片跟評比 上一季活動裡面 有一部分是在介紹群的概念 群 群體的群 那裡面有詳細的去討論 二元運算到底是什麼 然後跟它有關的一些事情 還有物件等等 所以如果你覺得有困惑的話 你就想像 我們現在考慮的對象就是十數 然後十數裡面有0 有0這個元素的 有1這個元素的加法跟成法 好 什麼叫做二元運算呢 就是給了兩個元素以後 操作以後會得到 還是K的某個元素 那一般我們會把第一個運算 你既然用這個符號 就把它叫加法 那第二個運算呢 就把它叫做成法 所以加就是加法 點就是成法 這只是名字 它跟你以前學過的加法成法 不見得要有任何關係 那二元運算的意思就是 你給了兩個元素以後 在K裡面我們說AB屬於K兩個元素 你做這個操作跟這個操作 都還會得到K的元素 可換的二元運算的意思是說 你把順序交換一下 答案不會變一 A加B會等於B加A 那A乘以B會等於B乘以A 這個時候我就說 這兩個二元運算是可換的二元運算 將來你學了更多之後 你會遇到那種不可以交換順序的二元運算 比如說你如果有興趣可以自己去 Google上面找一個概念叫做四元素 我不知道哪有提過 一二三四的四 然後元朝的四元素 它是以複數再推廣幾個數字 那它裡面的成法就不是可以交換的 就不可以交換的 比如說你看過四元素 可能有學過什麼INJ I乘J跟J乘I就差一個 所以不見得所有的二元運算都是可以交換的 但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都是可以交換的 那不只這樣 什麼叫做一個體呢 就是有集合 裡面有兩個特殊的元素 另外有兩個二元運算 這兩個特殊的元素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第一個 還有這二元運算它滿足了一個叫結合率的動性 結合率的意思是說 不管你用的是加法或成法 一定會有一個特性 你拿三個數字出來 三個元素出來 我把前兩個元素 比如說先做加法 再跟第三個加 混跟先把後兩個加起來 再跟第一個加答案會一樣 所以這個括號 括在前面跟後面是一樣的 因為一開始二元運算 只容許我拿兩個東西來運算 所以我要有順序 先拿前兩個 還是先拿後兩個 那第一個要求是說 這個順序是沒有關係的 你括號的順序是不會有影響的 好 那我們就說它滿足結合率 第二個要求是說 這個特殊的元素0跟1 它扮演的角色叫單位元 比如說你拿K裡面的一個元素叫A 那A加上0以後會是A A乘上1以後會是A 這跟以前你在學數的時候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會說這個0呢 它是加法的單位元 就是它加了人家不會改變那個人 1呢是乘法的單位元 他乘了人家也不會改變那個人 所以我們要求0跟1扮演的角色 是這樣子 最後有一個概念叫反元素 反元素是說呢 每一個K裡面的元素 你就想像是一個數字 你要有 你要有辦法找到另外一個元素 叫A6 這個名字不要在乎符號隨便寫的 使得呢 使得後面這句數字化成0 就是A跟A上面加一個波浪狀的符號 加起來要等於加法的單位元素 這個時候我們就說這個傢伙呢 是A等於加法反元素 那我來問一下大家 如果K就是實數 這個就是普通的加法分成法 A是實數 請問誰是它的加法反元素呢 負A對不對 比如說如果A是2 那這個應該是負2 就是你以前實數裡面學的負2 負2加上2就是0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求每一個元素 它都會有另外一個加火 跟它加起來變成加法反元素 就是0 那乘法呢 以前也會嘛 就是你希望可以有另外一個人 跟它乘起來變成成法的單位元素 叫1 對不對 好 我們希望可以 你正調這個符號的邏輯 符號好 如果你以前沒看過的話 我現在就快速講一下 這個符號把A導過來寫 就是對任何一個K裡面的元素A 這個符號是存在有一個K裡面的元素A 給我答 使得後面括號裡面這句話成0 這樣的一句話就是口語上的一句話 我會在數學上用邏輯符號寫出這個樣子 可以嗎 對任何一個這種東西 都可以找得到一個這種東西 使得後面這句話成0 好 所以成法反元素也是類似的概念 對任何一個不是0的元素 我可以找到一個人跟他成不起來變成1 那一樣的問問大家 如果這是實數這個集合的話 然後普通加法跟成法 請問一下如果A是3好了 這個A尖尖的放在頭上應該是什麼 3分之1對不對 乘起來就是1嘛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我們以前的實數 然後實數裡面的0跟1 還有普通的加法跟成法 是符合我剛才講的所有的性質 所以那就是一個T的例子 只是說這個世界上的T 是只有實數而已 還有很多別的 我們等一下來看這個例子 通常我會不要寫得這麼囉嗦的圖號 比如說A的加法反元素 我們會寫成-A 那A的乘法反元素 我們會寫成A的-1次方 可以嗎 這只是符號 所以以後你看到-A 你就知道他只是某一個 跟A加起來成1的人 那A的-1次方就是跟A乘起來成1的人 那只有當A不是0的時候 才會有這個的存在 那我來問大家一下 給了一個A以後 可不可能有兩個不同的元素 加了A都變0 給一個元素A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了 有一個人 有一個這個人 至少有一個這個人 跟他加起來變0對不對 我現在問你 有沒有可能有另外一個人 跟A加起來變0 你們覺得不可能 為什麼 交去嗎 對 很好 比如說呢 A加的B變0 A加的C也變0 對不對 我現在有一個公式 A加B等於0 等於A加C 所以A加B就等於A加C 對不對 那我就把兩邊同時加B好了 好不好 那B加A也是0 對不對 所以B加A加E要等於B加A加C 可是B加A是0 A加B等於B加A嘛 對不對 所以B加A是0 所以B加A加B就是0加B就是B 可是B加A加C呢 就是0加C 就是C 所以我只能讓B等於C 所以如果有一個人 他加了A以後會變0的話 那個人只會只有一個 不會有兩個 那同樣的 乘法你也可以類似的 用類似的想法來想 他如果有的話 來元素只會有一個 好 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在那之前呢 剛才我們說了嘛 一個體要包含五個部分 對不對 要有一個群體 然後裡面有兩個特別的元素 一個是0 一個是1 然後要有兩個 二元運算 加法跟乘法 不過呢 這樣寫太囉嗦了 所以如果在討論裡面 這些元素跟運算是很清楚的話 我們常常會就不寫啊 就只寫了個K而已 所以常常會把這一串東西 簡單的就寫成K 那來看一些體的例子 像有理數的全體 有理數就幾分之幾 這種樣子的數字 下面用普通的加法跟乘法 那我們來問一下 他有沒有結合率呢 有嗎 對不對 數字 括號括在哪裡 沒差的 而且是交換可以交換的 加法跟乘法可以交換的 那有沒有加法的單位元素呢 有沒有一個元素 他加的人家都不改變別人 有 就是0嘛 對不對 那有沒有乘法的單位元 有 就是1嘛 好 那是不是每個元素都有滿元 加法滿元素 對 比如說2就負2啊 1分之1就可以找到負1分之1 乘法也有 只要不是0分都有 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時候 有理數我只要是一個T 那同樣的概念 你可以套用在實數上面 實數也是一個T 用普通的加法跟乘法 還有什麼呢 比如說負數 負數也是一個T 負數大家知道 來我們來問一下 負數裡面有加法跟乘法 也滿足結合率 好 可以交換 乘法單位元是 乘法單位元是1 對不對 1成的人家不會改變別人 加法單位元還是0 那 每一個元素都可以有一個加法版元素 比如說3加2i的加法版元素是-3-2i 對不對 因為-3-2i跟-3加2i加在這裡 那請問你3加2i的乘法版元素是多少 3加2i分之1 但是你要把它寫成幾加起來 對不對 那怎麼寫幾加起來呢 就把分母跟分子同時 乘上它的公二負數 乘上公二負數以後 就變分母變實數 所以就可以寫成幾加起來的樣子 所以 C全體也是一個T 而且你知道這個T在它裡面 而且它又在它裡面 所以你發現在這個例子裡面 有三個越來越大的T 那 這些T在你的眼裡面看起來 就像是你以前指的數字一樣 不過呢 在數學上 還有一些不是這種T的T 有一些別的T 也是我們有可能會關心的 那暫時我不會去講它 待會我們有機會再來T 或是未來 現在我們來看說的可指數 我們要說可指數的全體 也是個T 先來問一下大家 可指數是一些時數嗎 還記得嗎 哪一些時數是可指數 就是它的絕對值 是可以做出來的 用齒規作主做出來的長度 我們就說它是可指數 那我們來問可指數是不是T 你要先問 可指數是不是在時數裡面的一部分 對不對 因為可指數是一些時數嘛 那這些可指數呢 上面可不可以有加法 可以嘛 我就把兩個可以做出來的線段長 合併在一起 就得到加法是什麼 那可不可以有乘法 兩個可指數乘在一起 是不是還是可以用齊規作 這樣的數字 可以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比如說我畫一個線段 這是1 對不對 一開始的一單位 那假設有一個可指數 這樣可以 我就把A移動到這個連線線的上面 然後呢 乘法怎麼做 我隨便畫一條 通過這個連線 隨便畫 你要怎麼畫都可以 然後把另外一個要拿來乘的數字 叫B移動到這個線上的這個線段 這個時候我先連這條線 那我只知道齒規作圖 可以幫助我做出平行線 所以我可以通過這個點 做出一條跟它平行的線段 要跟另外一條直線交易的點 你從比例的原則上面 不能看出這個長度就是AE 對不對 因為他比他要等他比他 好 這是A的話 這是B 這個就是A 所以你發現乘法是可以用齒規作圖做出來的 好 那加法當然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好 而且你不難想像加法跟乘法都有結合率 因為實數本來就是有結合率 好 那單位元素跟反元素呢 也有嘛 0跟1嘛 對不對 1乘任何數字還是那個數字 0也還是 所以最後只剩下要驗證什麼 好 加法反元素也有嘛 比如說2螺是核實數 那負2也是核實數 因為絕對是核實數就可以了 乘法呢 假設有一個數字是核實數 它的分之一是不是核實數 是 你也很非常類似的 好 就是做儲法 假設你有一個長度叫A 你把你移動到某個直線上 然後把一單位移動到同一個直線上 一樣的畫一條線像這個樣子 然後再把一單位 我這個畫的不太好 這兩個應該一樣長 好 這個一單位移動到這個線段上 接下來你就畫平行線 畫完平行線之後 不能看出這個長度就應該是A分之一 對不對 所以如果A可以做得出來 那A分之一也可以做得出來 好 換句話說 所有的可指數 是構成一個體 可以嗎 好 那這個體呢 可指數這個體 是在實數裡面 是實數裡面的一個部分 你不知道是不是全部 我剛才一開始已經偷偷告訴你答案 就是不是全部 再來呢 流理數是可指數的一部分 所以呢 可指數做出來的這個體 它是介在有理數跟實數之間的一個體 只是你要去描述它的元素 好像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像你描述有理數啊 或實數或複數來的簡單 它更細緻 必須要費更多的口舌 才有辦法知道那些是哪些數字 那除了可指數之外 還有很多別的體 有機會我們會再來看 後面會再看到一個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什麼問題 關於體的概念 如果你覺得有任何疑問的話 你只要記得 體就是一個前提 像實數那樣 裡面有加法有懲罰 然後有0跟1 他們的功用就是 在加法跟懲罰之下 不會改變別人 然後每個人呢 都可以找到一個人 跟他加起來變0 如果自己不是0的話 也可以找一個人跟他承起來變1 這樣的話這個概念就叫做一個體 可以嗎 就是數的推廣 以前教宗會把它叫數系 但是數系除了這些之外 還可以有更一般的概念 好 有沒有問題 請說 一方請推廣 比如說就是 我在定義兩個不同的算法 就是把它加上成 在計畫上來的黃算法 那一樣來給他兩個不同的當數 然後 滿足那些條件 它就叫做一個體 它就是一個不一樣的體 雖然那個集合是同一個集合 但是我們會把這兩個 有不同運算跟單位元素的加坡 叫做不同的 當然這樣講還要很小心 還需要再有一些別的概念進來 我只能可以真的講不同是什麼 但我是說 通常我打他開作 不見得要贏它 就算集合是同一個 也就是說在我們談題的時候 這些運算跟這些元素 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並不是只有那個集合本身而已 我們關心那些運算好不好 真的要講的話 要引進的概念叫做同構 不過這會成害人 所以我們先去講他 不過大家都記得 不是只有這個集合是重要的 那個運算才是我們關心的 好 那可以用史規作德的數字 剛剛有稍微介紹了對不對 好 前面上常鋪之一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換個想法 可以用作標集合來看 我可以把它往右邊延伸做出X軸 我把這個點當作原點 把這個一檯位往右延伸叫X軸 有X軸之後就可以畫出Y軸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決定一個XY坐標系 那你有這邊的E 你就可以決定所有的2、3、4 垂直方向也可以去做 比如說你比它為中心畫一個圓 那跟Y軸的焦點 就叫做Y軸方向的迷茫 所以你可以畫出坐標系 畫出坐標系之後呢 你不難看出 如果有一個點在坐標裡面 有一個點叫X軸 它是可以用尺規做出來的點的話 這相當於是什麼 相當於那兩個數字 X跟Y是可以用尺規做出來的數字 對不對 因為那個點如果可以做得出來 你就往X方向跟Y方向做垂直線 交出來的那個點就是它的兩個分量 X跟Y 那兩個長度他們還是可以用尺規做出來的 反過來也是 你可以做出某個長度跟另外一個長度的話 他們交會的那個點 畫垂直線交會的點就是可以用尺規做出來的 因為做對一個線段的垂直線 是可以用尺尺而無歸來做的 再來呢 如果你有一條直線 直線的方程式我們總是可以寫成這樣 一般來說 除了什麼X等於0或Y等於0之外 這樣的一條直線呢 它是可齒線的條件 就是A跟B要是可齒處的 這個讓大家回去自己當個列情好不好 就是說 這樣的一條線 什麼時候是可以用尺規畫出來的線呢 條件就是這兩個係數要是乳格次數 前提是我把右邊調整成一個 好 那再來 圓呢 假設我把一個圓調整成這種形狀 一年級的同學不知道要學過圓沒有 不過要學過沒關係 任何一個圓我們都可以寫成這種形狀 把前面的係數寫成1 那寫成這種形狀以後呢 它是不是一個可以用尺規做出來的圓呢 前提是 這裡出現的A B C三個數字 都要是可以用尺規做出來的訊息 這也會為大家當作一個小戀情 你要說的事情就是去想一下 這個A B跟這條直線的結局的關鍵是什麼 然後A B C跟這個圓的圓心 還有換鏡的關鍵是什麼 那一旦你知道這些的話 你就可以知道 怎麼樣判斷一個方程式決定的直線 或是語言是不是可以尺規做出來 OK嗎 那我們打算要先暫時離開尺規做這個議題 這個議題它只是好玩 它是古其他人問自己的一個問題 因為他們喜歡討論幾個學員 討論尺規做的 它的本身有沒有什麼用途呢 其實不見了什麼用途 重點是在研究它的過程中 所發展出來的工具 在別的地方有什麼用途 所以這只是告訴大家說 在學數學的時候 你們最好可以有一個心理建設 是說你在學的東西 不見得當下你學它的時候 知道它是要幹嘛用的 因為有的時候它的工具是在別的地方 可是如果你不用這種方式來學它 你滿腦的想就是我要拿來用的話 你可能沒有辦法學到它最重要的部分 好 我們現在要來介紹今天的主題 叫做代數數跟超越數 有兩個特別的名字 我故意的把英文寫出來 讓你覺得好像比較炫一點 我覺得有興趣可以找它背起來 那就是break numbers 這個是代數的意思 那transcendental numbers 你看這個字這麼多語言 要說的好像很厲害 試試看有沒有辦法背起來 超越 transcendental 超越數 什麼叫代數數呢 超越數呢 我們慢慢來介紹 來 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代數 代數它有好幾種不同的意義 不過呢 在我們今天的討論裡面 會把它理解為做四則運算 就像我們剛才談到體這個概念 對不對 你可以講什麼是體 體就是有一個群體 裡面可以做四則運算 簡單的說 可以做加法 那減法就是加的反元素操作 可以做乘法 那非理元素可以做除法 然後加法跟乘法 加頂層儲的一些好禁止 就叫體 所以今天談到代數的時候 我們心中想的就是 跟四則運算比較有關係的東西 超越就是說超越代數 就是不是只四則運算 四則運算不夠 雖然我剛才講的 一般的概念不知道 還在幹嘛 不過沒關係 就有個 抓個概念去 一樣要定義 定義就是什麼是代數數 什麼是超越數 我們說一個負數 我們今天暫時只限於討論負數 不過這些概念都可以推廣到 更一般的數上面 如果有個負數呢 我們說它是一個代數數 意思是說 你可以找到某一個 細數都是有理數 或者整數的多項式 使得這個負數是它的一個根 可以嗎 簡單的說 一個數字是代數數的意思就是 它是一個有理細數多項式的根 或是一個整細數多項式的根 這兩句話是一樣的 對不對 比如說 2x加1的根 也是x加二分級的根嘛 對不對 所以整細數跟有理細數的根 是一樣的概念 好 那我們說一個負數是代數數 意思就是它是一個這種多項式的根 它就叫代數數 這樣可以接受嗎 來我考大家一下 3分之2是代數數嗎 因為它是 誰的根 3x-2的根嘛 它是一個整細數多項式 對不對 那 3x-5是代數數嗎 3x-5 3x-5 3x-5一定可以懂吧 5x-5 是代數數 因為它是誰的根 x-3x-5 對不對 x-3x-5 是一個整細數多項式嘛 對不對 所以它的根就叫做一個代數數 那再來問大家一下 比如說 i是不是代數數啊 i是誰的根 x-5 好 x平方加1的根嘛 對不對 所以也是一個整細數多項式的根 所以這些都是代數數 那再來考大家一下好了 i是代數數嗎 不是 是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它是代數數嗎 你就發現 有些數字 你可以一眼看出它是不是代數數 對不對 像那些根號啊 什麼優移數 你可以直接把多項式寫出來 有一個數字好像 你知道它是一個數字 但是你不太知道 它不滿足一個這種多項式 好 那 如果它滿足 我們就叫做代數數 那如果不滿足 就叫做超越數 這樣都簡單吧 所以整個負數就分成兩種 一種是代數數 一種是超越數 好 只要它滿足 某個 由以係數多項式 或整係數多項式 不叫代數數 不然就叫超越數 好 只有兩種 所以i不是超越數 i是代數數 那剛有同學已經提到了 pi pi是超越數 可是pi為什麼是超越數呢 就是不管你隨便寫一個 什麼樣整係數的多項式 你把pi帶進去 絕對不會是0 怎麼寫帶進去都不會是0 可是為什麼 這個為什麼這個答案呢 是我們這一系列的活動 他從最後會去告訴你 那你會發現要去回答這個問題 必須要發展很多的公權 所以希望大家把這個放在實習圈 當作一個主題 就是為什麼任寫一個整係數的多項式 pi帶進去都不會是0 可以想到這個問題 然後就開始越想越覺得困惑 如果 比如說你從來不瞭解牌是什麼 比如說我跟妳什麼是牌 我去國中獎的時候 最常聽到就是3點公子 這個當然是不對的 至少你要講3點141592... 那如果我問你說什麼是2 你會覺得你好像知道 因為2就是1加1嘛 所以1還不知道就太奇怪了 但是什麼是牌 根套瑞也可以知道 對不對 根套瑞大概就是那個 知道三效型 可能要知道三效型 兩組是1 斜面就是跟號2 那pi原始的定義是說 你畫一個半徑是1個圓 對不對 它的面積是pi 或者你說它的周長是2pi 所以周長一半 半圓就叫pi 可是因為它彎彎的 所以其實你不太容易了解 跟剛才那些直的東西比起來 好像不太容易了解 好 我們後面會告訴你 為什麼pi它會是一個超越數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給一個符號好不好 代數數的全體 剛才有c嘛 c是負數全體 對不對 r是實數全體 q是有理數全體 我們把c裡面 所有那種代數數 挑出來 它構成的群體 我們也給一個符號 這個符號有點怪 就是把有理數的頭上 加一根槓 可以嗎 那根槓不是共2負數的意思 好 那根槓是有點像是 把它做某種 補足的意思 所以這個符號 只要你看到q上面加了一個n槓槓 你知道它就是一些負數 哪一些負數呢 就是那種滿足某個 整體數多項式 或有理數多項式的負數 可以嗎 這個符號 它叫做代數數 代數數 好 那你知道所有的有理數都是代數數嗎 我們剛才有提到 對不對 比如說3分之負2 是3s加2的根 所以m分之n 總是可以寫成mx-n等根 不管你們是這個或復根 好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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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這是一個群體 其實我還沒有證明給你看 它是一個體 比如說 上面有沒有加法跟懲罰 有 有不同的加法 你就要回答一些問題 我給你兩個 慢 豬 這個打起來 好不好 先不要過癮 有理數是這個代數數的一部分 另外還有很多不是有理數的代數數 舉例來說 你們學過根號3不是有理數 可是它是代數數 剛才大家都回答了 x平方-3 是它 它所滿足的一個多項式 那 為什麼根號3不是有理數的 你學過嗎 高中有沒有學過 有學過 國中就學過了 國中沒學高中的 根號3為什麼是有理數的 反正吧 就是假設它是 然後什麼平方也會對這個矛盾 假設根號3每m分之n 然後你就得到什麼3m平方 每m平方 然後去分析兩邊的 誰被分析 誰都發現就不可以 對不對 好 至少都學過這個 這個沒學過自己 我就問一下老師 我就是問我也可以 好 所以這個人不是有理數哦 可是他是代數數 那 我們將來會看到這麼多 現在我知道有理數 是代數數的一部分 那代數數就是負數的一部分 對不對 所以數字裡面有很多細緻的分別 像我們剛才提到可視數 然後提到代數數 第一個問題是說 這個群體啊 你收集所有這種代數數 還記得嗎 代數數就是 有引系數多像式的根嗎 你把它收集起來 請問它是不是一個題 是不是一個題要用什麼問題呢 你要問說它上面可能會有加法跟乘法 那你就想 我就用普通的加法 用複數的加法跟乘法就好啦 那你覺得等要回答 假設我跟你們兩個 有引系數多像式的根 他們加了以後 會不會還是有引系數多像式的根 你要注意哦 比如說根號3加i 我們就問這麼簡單的問題 根號3是x平方-3的根 對不對 i是x平方加1的根 那請問根號3加i 它是不是某一個 有引系數多像式的根 有人扁頭說是 對 答案是是 為什麼 我說你可不可以寫一個給我看 可不可以寫一個 有引系數多像式 然後把根號3加i帶進去 會等於點 我已經知道這兩個的條式 指它們分別隸屬於不同的多像式 但它們加起來會不會回來試 答案是是 怎麼做 那你也可以問乘起來 乘起來比較簡單 因為根號3加 根號3 乘不起來 對 根號3乘I比較簡單 是誰呢 寫了一個x平方加3 的根 對不對 那我可以搞更複雜的 比如說 2加i乘加把 呈耗3 請問它是誰的根 可能沒有寫人 對不對 所以你會第一個面臨的問題是說 是不是體呢 換句話說 體裡面呢 我知道要問加把的整法 你不能看出啦 做加把反應數 加負號 還是一個代數數 比如說 根號3是x平方加3的根 那負根號3 你就是把剛才那個方程式裡面 x再多加一個負號進去 那只有8x平方加3 那任何一個 這件事情給大家自己想 只要α滿足一個 有理係數多像式 你把α加一個負號 它還是要滿足一個有理係數多像式 誰呢 就是把剛才那個多像式的x 改成負x 靠進去 那個多像式都會被它所滿足 那反元素也可以哦 比如說 3根之1是3x-1的根 對不對 那3 是x-3的根 這兩個方程式 應該看得出關係吧 就是把 先把x換成x的之1 然後再把分數減掉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寫一下好不好 來寫一下 好 比如說呢 好 f of x 可以寫成 x的n次方 加 a的 n-1次方 xn-1次方 加 0點點 加到3e x 加a 然後我告訴你呢 f在c 等於0 然後c不等於 好 那你不能看出 如果我把 我把f裡面在 x分之1 它是會變成 x的n次方分子1 加a-1 除以x的n-1次 加點點 對不對 加上 a1除以x 加a1 可是我可以重新的把它改寫成 我把x的n次方分子1 提出來 裡面可以寫成 a0的xn次方 加上a1的xn-1次方 加點點 i 不要給自己把它改 a0 和an 好 加一點點 加到a1 好 我把後面這個人 叫做g of x 好不好 你不難發現呢 g裡面帶c分之1 會等於0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地方 x帶c的時候 帶c分之1的時候 它就變成level c level c是0 那前面這個地方 不是0 對不對 所以 g會被c分之1所滿足 c分之1是g的根 可是g是不是一個 游理係數多上式呢 當然是嘛 它只是把一開始的係數 頭尾都交換而已 把順序倒過來 行 可以嗎 所以這件事情只在告訴大家 如果c是某一個 游理係數多上式的根 那c分之1也會是 某一個游理係數多上式的根 而且那個游理係數多上式很容易寫 就把原本的多上式的係數 頭尾出去電腦過來 好就是了 OK嗎 好 所以 你發現呢 在我們預想中的加法跟乘法之下 求反元素的操作 還是會掉在代數數的範圍裡面 那剩下的問題只有一個 代數數的加法跟乘法 做完之後 核跟x核跟基是不是還是代數數 所以這是我們等一下回答的第一個問題 代數數加代數數 分代數數乘代數數 是不是還是代數數 如果是 那就這個題 因為反元素這些都有了 可以嗎 那單位元分別就是0跟1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問題化約成 核跟基是不是代數數 第二個問題 我們已經知道一件事情了 游理係數多上式的根呢 已經是游理係數了 這個為什麼數系會一直擴大 為什麼會從這個游理係數或整數開始 去擴大呢 原因是因為你想要解方程式 一開始呢 人們只有會正整數 他也不是一個題目 他只有1 2 3 4 這些東西 那大家都開始研究嘛 正整數為係數的多項式 是不是一定可以有正整數跟呢 發現不是 比如說x加1 係數都是正整數 可是在正整數一定是沒有跟的 正整數加1 那不可能而已 所以就出現了什麼 出現了負的整數 所以數字就擴大成整數 於是你開始問 以整數為係數的多項式 他的根是不是一定可以在整數裡面找到 也發現不是 比如說2x-1 是整係數多項式 可是他的根明就是你心中講的2分之1 他不是整數 所以你發現光是整數 窮方能式的時候 還是力有未代 不行 所以你就擴大到什麼 擴大到游理數嘛 幾分之幾 然後你就開始問 游理係數多項式的根 是不是一定可以找到游理數的根呢 也發現不是 對不對 比如說x平方-3 是游理係數多項式 可是他的根 你知道的根號3 並不是一個游理數 那再擴大 十係數的多項式 十係數多項式的根 是不是一定是十數呢 發現不是嗎 x平方加1 是十係數多項式 可是他在十數裡面是沒有根的 十數的平方加1 絕對不會是贏 因為一定是正的 所以你就擴大到什麼程度 擴大到負數對不對 那負係數多項式的根 是不是已經可以在負數裡面找到的 問題清楚嗎 給了一個係數是負數的根 然後多項式 我是不是已經可以在負數裡面找到他的根 至少找到一個根 問題清楚嗎 有個多項式係數都是負數 我可不可以找到一個負數 就是套進去的 假設他不是常數 我會有幾 可以因為 代數結合 有全國代數結合的根 有聽過嗎 負係數多項式 一定有負數 負數的 只要他我們在常數 至少拼過這句話就好了 雖然不知道他為什麼 但是有沒有拼過這句話 高中有嗎 沒有 有的舉手 我看一下這樣 確認一下 有 那你剛剛就要回答 好 就這樣 好 無論如何 擴張到負數的時候 你就發現某些快樂的事情 就是這個時候你不用再擴張了 只要你的係數是負數 我一定可以在負數裡面找到個人 可以嗎 那這個性質 我們就說負數是一個代數封閉的理題 代數封閉的意思就是 代數就是我要解放主題 我用他為係數 寫放主題出來 我要解他 我發現在他自己裡面 總是可以找到解 這個時候我們就說他叫代數封閉 可以嗎 那再問大家一個問題 給了一個負係數多上線 剛才已經說了 在負數裡面可以找到根對不對 請問你他是不是所有的根都會在負數裡面 比如說我是不是一定可以把它完全分解成 自引式 在負數裡面 是 是因為 因為如果他有一個根 alpha好了 我是不是可以分解出一個 z-alpha 你面前已經應該學過 因式地名了 你知道因式地名嗎 如果他有一個根 我就可以分解出一個 z-那個根的音式 對不對 所以分解出來之後 剩下來的東西 還是一個負係數多上線 原本的f of z 可以寫成 z-alpha乘上g of z 那g你又可以再問他有沒有根啊 有嗎 剛才說他是一個負係數多上線 所以他有負數根 所以你又可以再分解出一個根來 那次數就降一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有限多次的操作裡面 可以把所有的根都分解出來 所以你知道任何一個多上線 只要他在負數裡面 一定有根啦 他一定可以把他完全的分解成 自引式 那所有的根都會在負數裡面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啊 剛才說有理係數多上線的根 不一定是有理數 你擴充到負數的話 就不會有問題了 負數多上線的根 一定是負數 一定可以有負數 負數根 你可以問說 如果我的係數是代數數 如果我拿一些代數數來當係數 寫出一個多上式來 然後去看他的根 我知道在負數裡面也有根 那些根會不會還掉在代數數的世界裡面 就是我不要擴充到數數那麼大 我的係數只用代數數 寫一個多上式 那我問他的根是不是都還是代數數 換句話說代數數是不是一個代數封閉的對象 像負數那樣 可以嗎 這是第二個問題 好 最後 第三個問題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超越數嗎 好 剛剛有同學回答說 還有 雖然你還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說這是一個自然的問題 就是我知道有理數會在代數數裡面 而且我知道前世來之不相等 有一個代數數它不是有理數 像根號2 它就不是 那真的有一個負數它不是代數數嗎 就這兩個包談 它在它裡面 它是真的有可能不相等 還是其實是相等 那同學有說拍就不是代數數 所以照理講拍是在右邊 但是不在左邊 不在這個突發 不在代數數裡面 那真的嗎 為什麼 你要怎麼看出這件事情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對 至於有沒有可能代數數就是負數 那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你真的隨便給個負數 就像剛才講 給了拍 你可不可以判斷它是不是代數數 隨便給你 你能判斷嗎 如果你可以回答最後一個問題 假設你有一個方法可以判斷 那你就可以回答前面所有的問題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要隨便給一個 這裡面的數字 你都可以判斷嗎 那我就知道這兩個意思一樣 我都可以知道它裡面的東西 是不是在它裡面 那或者是說 隨便給一個代數數為C數的多項式 我把它根招出來 我應該可以判斷它是不是代數數 所以如果有一個方法可以判斷 操作性的方法可以判斷 我就可以知道 上面所有的問題的答案 對不對 不過很不信任 告訴大家 最後這個問題 到目前為止 並沒有一個基本的方法 就是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事實上 應該是因為它問題太模糊了 它很難回答 你隨便給一個數字 給一個負數 我有什麼一般的判別的準則 來看出它到底是或不是 滿足一個有義技術多項式的方法式 這個目前是不知道的 除了一些特殊形狀的數字 如果它的來源比較特殊 比如說跟π有關的 或是你們這樣來學維基因的話 每個數字叫b 英文字的b 自然對數的底數 跟π跟e有關的 其他都有關係 這種數字呢 可以判斷 有些時候可以判斷 它是不是代數數 或是不是超越什麼 但是如果不是這種特殊的 形式的數字的話 一般來說 我們沒有太好的方法 可以判斷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方法 可以對某一大類的數字 都判斷 它是不是代數數 那會是一個很大的 數學歷史上的突破 好 所以像剛才我們可以問 隨便給一個數字就拍 拍是不是代數數 對不對 你有沒有辦法可以判斷它 好 在我們講下面的主題之前 我們先來休息10分鐘 好不好 等下後來講一些比較技術性的部分 但是大家可以先瀏覽一下這些問題 現在我們寫的這些問題呢 除了最後一個問題之外 我都希望可以在後面一個小時的課程裡面回答 所以前面三個問題我們都會去回答 那可以利用這個休息的時間來問問 還沒有簽名的同學 請你在簽名單上面簽名 簽名單先拿到前面 好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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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